佛跳墙是闽菜中的一道菜肴 又称福授权 檀烧八宝 民间传说此菜源自于清朝光绪年间 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是中国历史闽菜 相传此菜最初为清朝光绪年间 亦福州银局官员 亦说为福州一钱庄老板二在家中设宴 宴请福建部政司周连史所致 主料为鸡 鸭 猪 原料约为十多种 用绍兴酒坛精心微致而成 周连品尝后赞不绝口 问及菜名 该官员说该菜取吉祥如意 福寿双全之意 名福寿泉 传说有个皇帝吃腻了山珍海味 勒令御厨若再做不出口味翻新的菜肴 就要砍掉他的头 御厨民思苦想 翻遍各种烹饪大权 又请教不少龙间美食专家 可还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最后他只好准备卷铺盖潜逃 反正也做不下去了 御厨在最后一次掌勺时 索性把各色素荤菜料剪好的放进锅里 在烹调上又使出了浑身解数 没想到这锅菜一箱扑鼻 引得隔壁修行多年的老和尚爬墙张望 因此而未被砍头的御厨就把这道菜叫做佛跳墙 辅料 料酒适量 大葱两段 姜一块 青鸡汤适量 香菇一百克 冬笋二百五十克 猪蹄五十克 鲍鱼六块 鸡肉一千克 盐十克 酱油七十五克 味精六克 八角一个 桂皮一块 试叶茶 茶叶适量 猪油适量 简易板佛跳墙 主料 鱼翅一百五十克 海参百五十克 火腿一百五十克 辅料 料酒适量 大葱两段 姜一块 青鸡汤适量 香菇一百克 冬笋百五十克 猪蹄五十克 鲍鱼六块 鸡肉一千克 盐十克 酱油七十五克 味精六克 八角一个 桂皮一块 试叶茶 茶叶适量 猪油适量 制作工艺 一鱼翅加水 料酒 葱 姜片 焖十分钟 鲍鱼鸡十字花刀 加料酒 鸡汤蒸半小时 鱼唇切块 加废水 葱段 姜片 料酒煮十分钟 鸡头 脚 鸭砖切片 开水掠闹 鱼堵切块 二 海参 火腿 冬笋切片 猪中提筋切断 鸽蛋染酱油后略炸 三 葱 姜 鸡 鸭砖略炒 加酱油 精盐 味精 料酒 鸡汤 八角 桂皮炒盈 加盖煮二十分钟后 捞去葱 姜 四 取能装2500克酒的酒坛一个 放入鸡 鱼翅 火腿 干贝 鲍鱼 香菇 冬笋 加鸡汤 茶叶封坛口 加盖小碗一个 烧沸后小火微两小时 放海参 提筋 鱼唇 鱼肚 微一小时即可食用 郑春发1856到1930年 为周连的厨师 是此宴会帮厨 后对此菜加以研究改进 口味胜于先者三 某次宴会上 宾客品尝正是改进后的福寿拳 感到极其鲜美 做中文人即幸福师道 谈启婚香飘似林 佛文弃缠跳墙来 同时 在福州话中 福寿拳与佛跳墙发音一雷同 从此 人们引用诗句译 普遍称此菜为佛跳墙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请关注我 谢谢